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現在煲完滾水了 開始煮流心蛋 流心蛋的時間上控制非常重要 煲完滾水之後 我們放雞蛋下去 放雞蛋下去之後 我們把火調成小 微微看到這些水泡就可以了 流心蛋的時間上控制非常重要 我自己喜歡的蛋黃是有一點生 所以我會設定做6分15秒 有些人會把雞蛋頭尾的針刺一刺穿 為什麼這樣做呢 就是讓它冷了之後容易剝殼 我覺得自己家裡吃也不需要 還有一個特點就是 當你放下去之後 輕輕動下去 蛋黃就會在中間 6分15秒之後 就要撈起雞蛋 撈起雞蛋之後 就要放冰水 為什麼要放進冰水呢 因為可以將雞蛋停止煮熟 第二就是容易剝殼 浸了大約5至10分鐘的冰水之後 就去剝雞蛋殼 如果有些人喜歡吃蛋黃比較稠 可以6分30秒 我也覺得可以 還有 如果你想吃有味的流心蛋 可以加些昆布豉油 又或者味淋 一晚會更加好吃 這個就是 流心蛋 我們下一個節目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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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